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玩大了 被淘汰后 穆兰特强势回击 勇士汉将嘲讽 球迷 你不是库尼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勇士队与灰熊队的比赛 众生周知 在今天 勇士队作证局场 战胜了 灰熊队 最终勇士队以4比5 淘汰了灰熊队 成功晋级到了西部决赛 本场比赛 灰熊队的头号球星 穆兰特因为伤病软硬 技术缺席 而勇士队这边 作证局场优势 士气如红 那么最终 在汤姆森 库尼等球员的带领之下 勇士队成功晋级 本场比赛 汤姆森和库尼都赢了爆发 特别是汤姆森 拿到了30分 投进了8个三分球 非常的优秀 另外就是 勇士队的内心球员 努力 本场比赛 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抢到了22个篮板 其中有11个擒场篮板 帮助勇士队 在篮板球上面 拿到了70个篮板球 取得了最大的理性优势 那么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库尼也是深情的 拥抱 莫兰特 两个超级巨星 也是心形相惜 那么随后呢 勇士队官方 也是 赛去了库尼 与莫兰特的赛合合照 并且配文 珍重 两个字 可以看出啊 勇士队官方 以及库尼被人啊 都非常的 尊重啊 莫兰特 尊重 灰熊队球员的 努力拼搏 那么尤其啊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库尼接受采访的时候 表示啊 我非常尊重 灰熊队的每一个球员 他们将会在 灰熊队打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优势 因为灰熊队的球员啊 都比较的年轻 都是后起之秀 那么在未来啊 莫兰特 有希望啊 成为 灰熊队的超级巨星 那么然而呢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也是 闹出了一个 事情 引发球迷的 关注 那就是啊 勇士队的 内心悍将 库敏佳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发文 引用了灰熊队的 加油口号 咒他们 那么这件事情呢 也是让莫兰特了 感到心里 有一些不太舒服 因为这句话啊 在比赛之中来说的话 可能没有什么 或是比赛之前说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这种心理赛 结束之后 再来说 咒他们 这样的口号啊 确实 会让 莫兰特了 感觉到 有些嘲讽的意味 那么因此啊 莫兰特 也是啊 发文 强势回击 他表示啊 孩子 你至少要正点资格 才能说这些话 那么呢 莫兰特的含义 非常的清楚 库米加 作为勇士队的 替不对啊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而且啊 本场比赛 库米加 根本就没有登场 比赛 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 还发出 带有嘲讽 意味的话 无疑是在 灰熊队啊 伤口上撒赢 那么作为 灰熊队的当家球星 那莫兰特了 也是啊 强势回击 那么很多球迷啊 对于这件事情啊 给他的观点就是啊 这个库米加了 有一些玩大了 比赛结束之后 灰熊队 输掉了比赛 直播半决赛 内心本来就 比较的伤感 在这个时候 没有必要啊 再发出 带有嘲讽意味的口号 虽然说 库米在前面 也发出过了 类似的口号 但当时啊 勇士队和灰熊队啊 正在激战之中 库米啊 也是为了 鼓舞士气 才说出这样的口号 而且库米 在整个NBA里面中啊 都是超级巨星的存在 那么因此啊 库米说这些话呢 可能没有人 会感到不舒服 也没有人会反驳 但是呢 库米加 目前呢 确实还没有 太大的资本了 去说出这些话 那么因此啊 才会 对莫兰特了 反击 那么因此啊 球迷们也是感叹了 库米加了 你不是库米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 当然同时啊 对于莫兰特有因啊 本赛季 带领球队 直播半决赛 特别是啊 后面几场比赛 因为伤病软硬 无法登场 导致球队啊 遭受困境 无法带领球队力往狂乱啊 很多球迷 也认为啊 莫兰特 成长的空气意外很大 如超级巨型 库米相比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差处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